男人第一次把女人带回家 就让他脱下腿上的丝袜 但他并不是有什么变态的爱好 而是将丝袜放进一个传送机里 随着男人启动传送机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里面的丝袜便凭空消失 接着又神奇地出现在了另一台传送机里 这可不是什么骗人的魔术 而是天才科学家阿伟苦心钻研的隔空传送机 它可以将任何物体进行分解和传送 然后再将物体重新组成并且还原 这项发明足以改变世界 身为记者的阿珍听后瞬间就来了兴趣 要是对此事进行报道 自己肯定会爆火全球 但阿伟却拒绝了采访 因为这台机器还不够完美 它目前只能传送非生物体 不能传送有生命的活物 阿伟不想曝光没有成功的发明 然而让他没想到 阿珍刚回到公司 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板阿强 同时也是他的前男友 不过没有亲眼目睹传送机的阿强显然并不相信 可就在这时阿伟却主动找上门来 他将阿珍约到餐馆 并且告诉他可以接受采访 但是必须等他的发明成功以后才能报道 阿珍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立刻就同意了下来 很快阿伟就开始进行活体实验 而阿珍则在一旁全程拍摄 这次的实验目标是一只肺肺 只可惜实验并没能成功 肺肺在经过传送和组合后 变成了一只血肉模糊的怪物 阿伟猜测是细胞分子在还原时出现了某种误差 导致肺肺的基因在重组后出现了混乱 不过实验的失败 也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在一次深入交流后 阿伟突然找到了灵感 他立刻来到电脑前 对传送的程序进行重新编程 完成之后阿伟继续用肺肺做实验 没想到这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活蹦乱跳的肺肺从传送机里跑出来 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但为了安全起见 阿伟还是决定将肺肺送去全身体检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会亲自进行人体实验 体检过程需要好几天 于是两人打算先庆祝一下 可阿伟刚点完外卖 阿珍就在钢琴上发现一份文件 是阿强寄过来的 上面印有阿伟发明传送机的海报 他竟然想抢占自己的功劳 阿珍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就丢下阿伟来到公司 气冲冲地跟阿强当面对峙 阿强表示自己并没有抢占功劳的意思 他只是想知道阿伟研究传送机的进程 顺便借机挽回一下他和阿珍的感情 但实验室里的阿伟却吃醋了 他认为阿珍和阿强已经旧情复燃 正在一个人喝闷酒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沸沸依然生龙活虎 阿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酒精的刺激下 他打算现在就进行人体实验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在舱门关闭的时候 一只苍蝇飞了进去 沸沸看到了这一幕 但机器里的阿伟却丝毫没有察觉 传送完成之后 阿伟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人体实验貌似很成功 晚上阿珍回到实验室 向阿伟表达了歉意 阿伟接受了他的道歉 还告诉阿珍自己已经完成了人体实验 可到了第二天 阿伟却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 他精力充沛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明明从未锻炼过 却能轻松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喝咖啡时恨不得把整罐白糖都加进去 而且背上还长出了几根坚硬的毛发 想到阿伟最近反常的表现 阿珍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可阿伟却说自己传送之后 整个身体都焕然一新 仿佛得到了进化 说完还强行拉着阿珍也进去改造一下 这样他们就能成为新人类 但阿珍害怕做这项实验 于是选择了拒绝 谁知阿伟突然发怒 对着阿珍大喊大叫 这更加让阿珍确信阿伟有问题 可阿伟却生气地离开了实验室 准备去找一个愿意传送的女人 她很快来到一家酒吧 为了得到女人的放心 于一名壮汉搬起了手腕 她只是轻轻一用力 就让壮汉当场骨折 一旁的女人崇拜不已 立马就跟着阿伟离开了酒吧 回到实验室的阿伟 再次把自己传送了一遍 可当她准备强行拉着女人进去时 阿珍突然回到了实验室 等到女人离开后 阿珍便告诉阿伟 她已经拿着长出来的毛发去化验了 得出的结果是昆虫的毛发 阿珍觉得肯定是阿伟 在传送时出现了问题 可阿伟却认为自己非常健康 拆个木板就像玩一样 应该去医院看病的是阿珍 说完她就将阿珍赶出了实验室 但阿珍走后不久 阿伟就透过卫生间的镜子发现 自己的脸上也长出了毛发 而且还出现了溃烂的症状 她尝试用刮胡刀 却发现根本就刮不断 更糟糕的是 指甲竟然也开始脱落 轻轻一碰就掉了下来 此刻的阿伟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 为了搞清楚什么情况 她立刻来到电脑前 查看第一次传送时的数据 通过当时的画面 这才发现有一只苍蝇混了进去 在传送完成之后 阿伟与苍蝇的基因完美融合了 这说明她正在变异成 一个半人半苍蝇的怪物 阿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立即打电话给阿珍 当阿珍赶到实验室时 阿伟已经变得非常糟糕 她的四肢开始退化 只能依靠拐杖走路 得知阿伟的遭遇后 阿珍非常伤心 但面对这种情况 她也无能为力 只能求助于阿强 阿强说看看阿伟的样子 或许能想到办法 阿珍只好再次返回实验室 准备拍摄一段视频 可阿伟的情况又恶化了 四肢已经净化成了苍蝇腿 可以在天花板随意爬行 吃东西也变得跟苍蝇一样 需要用唾液将食物软化之后才能吃 阿强看到阿珍录制的视频后 当场就吓坏了 根本就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而阿珍又告诉她一个可怕的消息 没错 她已经怀上了阿伟的苍蝇宝宝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此时实验室里的阿伟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怪物 就连牙齿也开始不知不觉地脱落 阿珍再次来到实验室 想要将怀孕的事情告诉阿伟 可看见她的样子后 又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阿伟却叫阿珍赶紧走 因为她害怕自己会忍不住伤害她 阿珍听后只能含泪离开 同时也下定决心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她不想自己生出一个怪物 但没想到两人的对话 已经被楼顶的阿伟听得一清二楚 等到阿珍来到医院准备做手术时 阿伟突然破窗而入 当场就把阿珍给掳走了 阿伟将阿珍带到实验室的天台 恳求她不要打掉孩子 这是她仅存的一点念想了 可阿珍非常害怕 她害怕生出的是一只苍蝇宝宝 这时阿强也来到了实验室 为了安全起见 还随身携带了一把喷子 她来到电脑面前 意外发现了阿伟的变态计划 她又建了一台传送机 准备使用活人来进行融合传送 想要以此来降低身体里的苍蝇基因 从而让自己慢慢变回人类 不料阿伟突然从天而降 一把就将阿强推倒在地 阿强想要开枪 可根本就没机会 阿伟抓住她的手 从口中吐出白色农叶 瞬间就将她的手掌融化 为了防止她逃走 又吐出农叶腐蚀了她的脚踝 剧烈的疼痛让阿强当场晕了过去 好在阿珍及时出来求情 这才让阿强捡回一条命 随后阿伟直接飞檐走壁 将天台上的阿珍也抱了下来 接着又将她带到电脑前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没想到阿伟决定跟阿珍融合 这样一来 他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真正地永远在一起了 说完阿伟就启动传送机 粗暴地把阿珍拉了过去 阿珍当然不会同意 她拼命反抗 却不慎扯下了阿伟的脸皮 如此恐怖的一幕 把阿珍吓得惊声尖叫 而阿伟身上的所有皮肤 也开始脱落 最终变成了一只可怕的苍蝇管 在阿珍撕声裂肺的呼喊声中 阿伟无情地将她丢进了传送机里 接着自己也走进了另外一台传送机 眼看机器就要启动 关键时刻阿强醒了过来 他一喷子就打断了阿珍那台传送机的连接线 阿伟见状一拳打破玻璃舱门 试图从里面逃出来 可刚踏出一只脚 传送机就启动了 连带着半个传送机一起送了过去 屏幕显示阿伟和传送机部件成功融合 随着舱门被打开 一只肉体与机器相结合的怪物 从里面爬了出来 出来后的阿珍看着曾经的男友 变成了这副模样 心中不免有些悲痛 他想要开枪 但却于心不忍 可此时的阿伟已经接受了现实 还主动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后 无奈的阿珍还是选择结束这一切